中美贸易战打响,和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关系? 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,偶尔也会关心一下国家大事,国际大事,最近关于中美贸易战的消息建筑报端,商务部外交部都先后发表声明,那这件事到底跟我们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影响呢?我们有什么应对措施呢? 最直接的关系反映在经济下行,购买力会大幅下降,企业经营相应的会陷入困境,那就直接影响到员工的薪资水平。 因此,有以下建议,仅供参考。关于工作,跳槽需谨慎。 在近两年里,千万不要轻易跳槽,受到贸易战的影响,有些企业的相关业务水平下降,如果没有想对应的措施,对于相关企业的冲击力是非常巨大的,甚至是灭顶之灾,所以一定要看准了赛票。 关于买房,月空在安全线里下。 千万不要冒然给自己加上几倍杠杆购买房产,任何人的收入都可能发生变化。 如果不得不买,那么买房的月空一定不能高于家庭收入的安全线,否则压力会非常大,就算积用前,卖房周期也会在半年以上。 现在大多数人买房都是刚需,哪有等到万事俱备之后才下手的,理论教学在平头老百姓那里根本不适用。 关于国家政府工程项目。 目前,中美贸易战正进入激烈阶段,已经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产生了影响。 经济学家指出,中国有足够的底气和能力应对这场挑战。 我们经济发展还有足够大的后进,而且贸易战不会一直下去。 目前,中国已经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实体经济,将国家工程项目提上实施日程,扩大国内需求,保证贸易战期间国内经济的平稳发展。 然而,国家并未有足够的资金一次同时开展多项大型工程,在这个危机时刻,民间投资便成为了国家工程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,必将发挥巨大作用。 这对于投资者来说,是一个利好消息。 投资者可以把握这个机会,拿出部分闲止资金投资到国家工程项目中。 威武者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订阅,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